每年夏天总有人在网上议论 100多一封的阿迪耐克的拖鞋和9块9包邮的拖鞋到底有什么区别 虎扑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点赞数最多的回答是 阿迪的容易开胶,9块9的比较结实 不要觉得他是无脑黑 在买家评价里翻车的案例确实不少 拖鞋这个看似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真的能有这么高的一家空间吗 大家好,我是一门心思研究别人怎么搞钱的五环军 眼看着家里战斗橙色的拖鞋已经无药可救 五环军打算物色一双新凉拖 在虎扑看到这个帖子后 我咨询了一位做拖鞋生意的朋友 在得到了小哥的肯定回答后 我毫不犹豫在淘宝下单了一双9块9的凉拖 与此同时,这位小哥还告诉我 在他的家乡浙江慈溪拥有全国最大的拖鞋产业带 其生产的棉拖不仅占据了全国80%的市场份额 还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年销了拖鞋3亿双 连起来可以绕地球4圈半 说不定你家里的拖鞋就是在慈溪生产的 为了搞清楚慈溪的拖鞋产业到底有多牛 我决定亲自去一趟这个150公里之外的浙江小城 慈溪市的销林镇总人口不足7万人 其中近2万人都从事拖鞋的生产和加工 马路两边聚集了上百家的拖鞋门店 在这些门店的后面聚集了一大批拖鞋厂 其中大多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出现的 每家每户做的行业都是跟拖鞋有关的 比如说做毛绒的 做布的对吧 做复印的 它都是跟拖鞋的产业链有关的 楼上也是红字抽屉呀 也是红字抽屉 这个都是的 都是的 差不多20年的老抽宫了 你家做这个拖鞋生意是做了多久了 将近20年了 大概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双拖鞋呢 300万双吧 可能是100多一点吧 这个 你家这边是做什么的 就是虾料 就是把布料嘛 比如说呢 像这种缝合好的布料 等于说一双一双的冲好 冲好以后呢 就是跟鞋厂配套 就是你们用机器把这个布料给它压好 然后就变成一个拖鞋的上面的一个 对对对 这个李智跟面智等于说缝合好以后 就是变成新拖鞋的嘛 像我们嘛 反正一年的话搞得辛苦去嘛 搞个 你一台车的话也就搞个五六万六七万 五六万六七万 对 你这边有几台车 现在三台嘛 你们这个村里面 有没有那种很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生涯 年轻人呢 思想比较活了一点 他现在都是开网店 等于说 像网上销售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一大批乡镇企业拔地而起 村村冒烟 户户半场 农民创业的风潮也刮到了浙江慈溪 老一辈慈溪人开辟了脱节这个行当 开始坐着绿皮火车 走南闯北跑销售 很快有人发了财 成了仙富 周围的村民看到后也纷纷进场 仙富带着后富一起赚钱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在慈溪的销林镇 形成了以棉托为主的拖鞋产业带 拥有原料加工 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与一体的全产业链 年产值超过50亿 而曾经传统的拖鞋产业 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从我看到的 从去年前年看 前年开始慢慢转型 去年到今年 基本上线上已经占了解决大部分 我感觉就是现在的购物习惯变了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 我联系上了一位年薪的长二代 之所以去采访他是因为 我是用了目前互联网最新的模式去做 长二代毛伟 网名拖鞋小哥 今年34岁 在他20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网上卖拖鞋 由此赚到了第一桶金 2018年创立慈州鞋厂 去年卖了2753万双拖鞋 销售额超过1.5亿 成了当地有名的拖鞋大户 我相信整个中国 在网上做拖鞋生意的 我也是算第一批了 那时候的淘宝真的是赚钱 当时初入社会的拖鞋小哥 靠着去工厂拿货 在淘宝卖货 这种轻资产的商业模式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是很快就交了学费 被一个客户欠了 差不多600多万嘛 导致我一个资金链的断裂 然后之中这个客户也跑了 我也没有去逃避 我把房子卖了 车子同时也卖了 去还他们这个债务 我心中一直都是有一个念头的 就是从哪里倒下 要从哪里爬起来 2018年 31岁的毛伟决定回到熟悉的拖鞋市场 不仅自己建厂生产拖鞋 还将磁锡的拖鞋产业资源进行整合 面向客户提供全套的拖鞋供应链服务 通过我们的一个极致性价比吧 是吧 慢慢做起来 实话讲 现在整个环境 整个市场环境 尤其是在低价这个行业 大家就是拼价格的 背靠着磁锡拖鞋产业带的规模效应 带来的成本优势 用极致性价比 在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毛伟的厂房面积 从200平扩大到现在的5万多平 2020年 他从零起步 用6个月的时间 做到1688行业前三 他的一款爆款凉拖 在淘宝特价版 以月销25万弹的成绩 位居行业第一 但是 靠着极致性价比做出来的拖鞋产业 在他的眼中 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整个全世界公牛占到了 市场是70% 人家为什么买他这个牌 就是公牛嘛 品牌嘛 有安全嘛 对不对 我们如果真正 其实要做好电商的话 对品牌这一块 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今年注册了4个品牌 通过开天猫 来展示我们品牌的产品 如果你们有一个品牌输出的话 那么对你们的产品的附加值 然后对你们的客户 对你们的产品 我觉得都是一种保障 从家家户户 房前屋后的小作坊 到大工厂 从老一辈挤着绿皮火车 外出跑销售的初代磁锡协商 到如今通过电商渠道 拖款客源的新磁锡协商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拖鞋产业也在这个浙江小城 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而拖鞋小哥的创业史 也见证了磁锡拖鞋产业的转型 在家用电器领域 购牛插座是一块响亮的招牌 拖鞋领域能否诞生一个 属于中国人的国际品牌 这个问题需要留给 新一代的磁锡协商 给出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